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巴拉托 中美雙方的貿易戰又有最新的發展 本來在星期一,港股跌了3%之後 星期二也有些回復 而美股在星期一,最後收市就在勾行下跌 為何到星期三,港股又跌倒呢? 跌倒了之前的升幅 而美股在星期二也大跌 現在的PMarket也在跌倒 原因是因為一開始就覺得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Trump Trump反覆無常 想嘗試去燒丟效果 應該沒甚麼的,最後也可能談得整件事 所以某程度上消化了訊息 但星期二就披露了反覆無常的原因 為何要星期五又要再嚴重加中國的關稅 原因呢,似乎是中方 當那份協議,談得好的好的協議 送到習大大面前的時候 習大大一人負責就說 我就不再去承認這些東西 甚至乎很多東西要修改和推導從來 所以Trump Trump才會用這個非常的手段 於是我們就要去研究 究竟這個所謂的一人決定 背後的原因是甚麼呢? 是為了天朝的體統問題 還是真的有些重大的原因 是不能夠妥協還是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我又不能夠想像 談了那麼久之後 習大大才會understand才會知道 才被inform 原來那個談判團隊已經談了那麼多 喪權玉角的事件 所以我接受不了,這是第一點 我相信他一直都是被知會 和時間甚至乎一直都是在掌控著貿易戰的步伐 各方面的 如果不是,既然他一樣東西都要在找的時候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究竟為什麼他會甚麼呢? 究竟是不是他已經一開始到現在 都是預了希望有些甚麼地方去走數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通常是暗地你做的 不會那麼榮都榮昌的 第三件事就是 我自己比較相信的可能性大些 就是很多時候 美國你看到他 和其他的國家都好 他都是一種所謂開天殺價 看看你怎樣落地還戰 那個態度 他推動到最盡的限度 例如他提到貿易赤字需要推動到零 但大家都知道沒有可能的 就等於摘天上的月光 還有究竟貿易數字去到零 是不是真的對雙方都有利益呢? 這個也是另一回事 但他都會這樣說 因為一種比較過分析的 貿易的經濟 他在他國內 即美國國內 也會爭取到很多支持 以至於他會不斷地提出 尤其是他講到怎樣來 要捍衛知識產權 捍衛技術轉移各方面 這些也都會被全世界都來加分 但在終日 他自己我相信也會比較 無實地深知透明到 中國究竟可以讓步多少 以及究竟他能夠做到多少 問題就是他肯讓步 不代表他能夠做到 能夠做到也不代表他想做到 當然美國不會理會他想不想做到 以至到他某程度上 中國究竟會去到哪裏 他會知道 但究竟中國的底線去到哪裏 他未必會知道 而且他也都會 push to the limit 以至到達到他最大的成果 當中國看到這麼多的時候 可能他也嘗試用一個 一個非常地舉動 就是我一人負責 然後知道你 改了你的事 然後向美國示威 某程度上宣稱我這個就是底線 不能再改了 看看特朗普那邊有什麼回應 所以如果是我這個 i-duty的意願 如果他們回到談判出 可能還可以談 而更加相對來說 務實就知道雙方的底線去到哪裏 就可以去營業 或者換取一個延期 以至到他們可以能夠 在未來更加務實 來去finalize 雙方究竟有什麼可以 agree 有什麼可以 disagree 然後怎樣去 compromise 當然如果最後是純粹因為面子問題 因為面子問題很難去量化 究竟why or wrong 是yes or no 可以 agree 怎樣完全 disagree 這是一連之差 其實說真的 中國一早已經被人覺得 不喜歡他的人 尤其是 就已經覺得他是城下之盟 已經跪下了 如果你反過來就是 那些支持他的人 永遠就是靠著 怎樣說都好 中國只要不想當 他都覺得是OK的 再加上中國在國內 通常他講所謂的面子 通常就是國內的面子 在國情上 他操控了 所有國的公權力 同一時間是傳媒的時候 究竟這件事 真的影響有多大呢 而反對的人 真的可以說到多少呢 這個可能就是 純粹反對的人 只會在中南海裡發生 就不是民眾 只要習大大擺平的人 我就覺得是OK的 另外真的 是否真的喪緣局局 如果這些事情下 開放客人 可能會對掌權者 覺得掌控不到 以至於有一個維穩的問題 但其他 如果真的落實到 引入外國的資源 金融的措施 各方面 也能夠加強競爭 美國和中國 真的可以共同研發一些知識 一些高科技 其實一直都在做 不是中國 零 美國就100% 不是這樣的情況 只不過美國 美國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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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所以 即使簽了約 即使簽約 那麼快 來入市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